ChairGinning每天免費的帳號 能有生成圖片的數量限制 今天要來教大家 怎麼突破這個限制 無限制一直生成 而且生成圖片變快喔 GO 選擇學習Plus方案 就一對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願意支持我們 也可以每個月請我客觀講得多 讓我持續創作更多內容 影片要開始囉 你準備好了嗎 嗨大家好我是阿當 目前透過AI生成圖片這個工具還有服務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選擇 不過我相信還是蠻多人跟我一樣 習慣使用ChairGinning來生成圖片 原因我覺得有幾個 比如說像是中國的幾個生成圖片的服務 雖然圖片生成的品質 目前也都還算不錯 不過呢 通常會比起你下了這個咒語 還要再浮誇一點的感覺 那其他有些AI生成圖片 他就比較偏向歐美的一些模型 其實如果想要生成 亞洲的臉孔 或是亞洲相關的東西 有時候素材會比較少一點 ChairGinning我用下來到現在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多元化 而且生成圖片 我覺得相對比較穩定 唯一小小可惜 就是大家覺得他免費版 每天有生成圖片的這個數量限制 還有有時候在生成圖片的時候 會需要等一下下 然後才會生成圖片出來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 就是要怎麼突破這個生成圖片的數量限制 而且這個生成圖片的速度也會變快 往下我們就來教大家吧 有在使用ChairGinning的人 如果你是免費帳號的話 每天在生成圖片的時候 大概數量就是3到5張 當你達到免費的額度限制之後 你應該就會出現像這樣的文字 你已經達到圖像生成的免費方案上限 你呢可以在24小時之後 重設線之後再次創建圖片 在這個之前呢 你沒辦法再進一步使用圖像生成工具 然後接下來他就如果你需要他可以 就是基本上就是 接下來只能幫你處理文字相關的 但圖片要再生成的話 就是要等一天之後 好記得喔 這邊是寫一天之後24小時 是整整24小時 他並不是呢 像有些AI服務 是等到半夜12點的時候 或是早上幾點的時候 固定時間就會重置 他呢是依據你最後一次生成圖片的這個時間 達到限制的時候 開始計算24小時 然後才會再重置 所以呢不要聽別人亂講 什麼半夜12點之後就可以再繼續生成 這個資訊呢是錯誤的喔 即便呢你在創建一個新的對話視窗 或者是呢往下 再重新貼一次指令 他也只會告訴你相關的描述之後 一樣要等待這個配合恢復之後 才可以再繼續生成圖片 今天 我們就要來教大家 就是要怎麼去突破這樣的限制 可以繼續呢生成圖片 而且呢速度會變快喔 大家以前在玩遊戲 或者是呢如果你是阿湯這個年代的話呢 應該都有聽過什麼 破解密技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AABB之類的暗暗 然後就可以突破那個密技嘛 就是傳說中的金手指 今天我們要在ChargeVD 怎麼做這件事情呢 很簡單 我們只要利用瀏覽器 就可以來達成 首先第一個步驟呢 在你瀏覽器開啟一個新的分頁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貼上這一段指令 不是指令啦 其實就是 Copilar的這個網址 你知道呢 到 copilar.microsoft.com 這個網址 就是微軟的這個AI服務 為什麼呢要到這個服務來呢 很多人呢都沒有適用過 Copilar的圖片生成 之前呢 Copilar的圖片生成呢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只是呢 它不太能延續原本的圖片風格 或者是呢按照你的指令 準確的去生成呢 真正想要的這個圖片 但是呢最近Copilar它的圖片生成模組呢 已經改成了跟ChatGD同樣的這個生成的模組 所以最近你只要使用Copilar來生成圖片 基本上獲得的品質以及內容呢 會跟ChatGD呢是差不多的喔 重點是在Copilar生成圖片 即便是完全免費的帳號 也可以無限制的生成 而且速度還蠻快的 我不確定呢是目前使用的人少 還是呢 真的在Copilar這邊的效率真的比較好 總之 最近如果你想要生成圖片的話 不一定要到ChatGD去 也不一定要買Plus版本 直接到Copilar這邊來生成 就可以無限制的去生成喔 接下來往下呢 我們就來測試幾個 圖片生成的指令 然後來看看Copilar生成的感覺 長什麼樣子 第一個呢我們來試一下前陣子呢 很流行的公仔相關的圖片 我們就一樣給它一個 我之前就已經製作過的這個指令 給大家看一下它生成的感覺 好生成的速度蠻快的 我剛剛看一下計時時間 大約是一分鐘以內就生成出來了 基本上跟之前ChatGD的Plus版本 生成的其實是差不多的速度 而且這個生成的畫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呢 之前在Copilar裡面呢 如果你給它相同的指令 其實不太能生成出 你想要的這種公仔的畫面 再來第二個我們生成的 就是大家之前也很常用的 就是Tomica風格的圖片 我們來看一下生成起來的感覺 好這個呢 一樣大約是等一分鐘之後 就生成出來 你看可以看到它生成的 跟我們之前用ChatGD玩的這個公仔的樣子呢 其實是差不多的喔 很有趣吧 只不過我印象中的viva應該不是長這樣子 viva應該是那個前面細細的那個龍頭 這個呢就跟Copilar自己的資料庫比較有關係啦 但圖片生成品質上來說呢 基本上是跟ChatGD的內容是差不多的 再來我們來試一下比較寫實的這種人物的圖像生成 然後可以看到呢這個是生成的結果 但有趣的是呢它把我上面那台Tomica的盒子呢 也結合了進來 不過呢圖像生成起來倒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比起呢之前 Copilar自帶這個圖像生成的功能呢 是進步蠻多了 再來往下我們來試一下 像是Facebook文端的這種封面生成 我們直接讓它呢去生成符合Facebook封面的圖片 那內容是按照我上面的 然後包含文字 然後要繁體中文 我們來試試看用它的指令 它可以產生怎麼的內容出來 然後生成出來呢長這樣子 它又把我Tomica盒子又繼續拿來用 不知道到底為什麼這麼堅持 好放大給大家看一下文字的部分 繁體中文呢其實大部分都還算對 那該錯的我覺得 偶爾還是會有一些錯字像這個機器人的機啊 對話的對啊 然後炸雞邊的機啊 就是會有一些小錯字存在 但是呢一錯字你就會很清楚看到 這個字就跟其他的文字的字體呢 長得完全不一樣 然後像有時候一樣會出現簡體中文 要很強迫的反覆的測試 然後才能達到比較正確一點這個文案啦 不過呢目前呢 AI要生成中文字要完全沒有錯誤呢 我目前還沒有看到哪一個AI服務 可以百分百的做到 所以大家也不要強求啦 我也是建議文字呢 自己加還是比較乾脆一點 大致上呢 你在Trudgd上面生成的圖片呢 你都可以在這邊去嘗試 結果來說的話呢 兩邊來製作呢是不會差異太大 那這邊一樣呢 可以讓他去加入文字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同前面剛剛講的就是 錯誤字的機率還是有 有時候還是會用到簡體中文 有些圖片互相混亂的部分呢 像比如說我剛剛這個圖片 都有生成這個 TOMICA的這個盒子在裡面 如果你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很簡單 你就再產生一個新的對話康 來產生一個新的圖片 這樣是最安全的 至於圖片出量限制的部分呢 我目前測試下應該是沒有特別限制 因為像我今天光測試呢 至少生成了20張圖片以上 那每一張圖片呢 大約都是穩穩定定的 一分鐘左右就可以完成生成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大家呢 如果想要生成圖片 或是有在使用Trudgd生成圖片的話 不妨呢 最近也可以試試看呢 COPILA來生成看看喔 看完上面的影片 大家是不是想趕快關掉我的影片 然後趕快去生成圖片呢 目前Trudgd免費帳號很多人都說只有三張圖片的額度每一天 不過我自己試下來有時候可以生成到五張 甚至六張才會出現呢 限制我不能再生成圖片 要等一天之後 但現在沒有關係了 反正COPILA目前是完全免費的狀態 而且還沒有限制的每天可以生成的圖片數量 所以最近趁大家還沒有開始一窩蜂衝進去 導致COPILA被限制的話呢 趁現在能用就趕快用吧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如果還想要知道更多AI相關的教學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我是阿湯 下次見 掰掰